非常的榮幸今天可以來到我們的 In Thunderbolt Project by Fragment and Pokemon 台配 這飯店是我們金普頓大安飯店 非常漂亮 這裡竟然有隻純黑色的卡比獸 好可愛喔 它這裡整個佈置成寶可夢的空間嗎 完全把潮流跟寶可夢非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我們的房間會長什麼樣子 我們是哪一間 那邊那邊 那裡那裡 你看那裡 鏡頭也有一隻耶 我想把它叫醒 對對對 因為它就這樣子在那邊 這裡就有兩隻 感覺是151風格很濃厚 這個入住的房卡 其實也跟這次的主題很有關聯 有一隻卡比獸 好 好的 我拿進來 換算一下 Oh My God Oh My God 走 請進 歡迎來到大木研究所 首先 如果是寶可夢粉絲就會發瘋了 好像我們初始在選那個初始寶可夢 所以我才會說這也是大木研究所 超級可愛 欸 我記得順序是 妙蛙種子 小火龍 傑尼龜 看看他們是不是這麼用心的有擺對喔 初始是哪一隻 這隻很不喜歡 傑尼龜 傑尼 原來我的寶可夢 傑尼 所以我們進來這個飯店入住都可以得到一隻 我們藤圓浩大師所設計的初始寶可夢 轉過來 有Fragment的標誌 這個Thunderball Project的標誌超級可愛 靠枕吧 非常舒服 它也是我們Thunderball Project的 它有另一個顏色的版本 用卡比獸當作主題設計的顏色 不知道能不能帶走嗎 我不知道 等一下來問問 你有押金可以啊 哈哈哈哈 那最可愛的是這裡 你看 我就知道 他們就是用那個151的這個設計 赤虹 這是赤虹 赤虹 那個不懂的就會說它是小智 就是赤虹 然後這是在擋路的卡比獸 哇 好懷念喔 然後我們床上呢 好像入住就是會有卡比獸或者是皮卡丘 一個就是一隻嘛 其中一隻 我們有卡比獸 我們有卡比獸耶 超可愛 然後這是全黑的 蛋 它的屁股 它屁股有這個 好可愛喔 這是我們入住者都可以戴一隻嗎 對 對 對 發生你有壓力 哈哈哈哈 這個拖鞋好設計喔 這個可以戴走 這個可以戴走 可以 優質 那我要這個 這個好棒喔 那金普頓大安飯店的這個聯名主題呢 是8月19號到9月29號的時間內可以入住 那在這段期間入住的寶可夢訓練家們呢 都可以得到這次限定的寶可夢商品的購買權利 那我們就一起去看看有什麼商品 卡時候在這個草叢啊 也有 超級可愛的 像這個植物型的皮卡丘 這都有兩隻嘛 這都有兩隻 好我再找找看另一隻在哪裡 還是我不應該找 這樣大家就不會來找了 欸欸欸找到了找到了在這邊 在這邊 而且它旁邊還有滅火器 非常安全啊 這隻皮卡丘 那個 我會找火器 哈哈哈哈 限定商店啊 哇剛剛有很多商品在裡面 其實不能帶走的 像是地墊 跟抱枕都不行 那在哪裡帶走呢 欸直接來這裡賣 像這一塊地墊 這個Fragment皮卡丘的這個地墊啊 我自己就非常想要 這個 我覺得是必買啦 這個 好看 又不會讓你覺得太宅 那當然還有 喔對對對 剛剛我們有 這隻卡比獸 然後另外一個二分之一的機率 就是這一隻 皮卡丘 這是L號的 非常可愛喔 你怎麼看 我想要借個 喔這個 最大隻的 兩萬五千八百塊 然後家裡有很多空間的人 歡迎購買啊 我們家有嗎 我們家 我只能再努力十年看看 看有沒有機會 好有很多商品呢 是這一次這個台北站才有的 像這個 閃電Fragment 轉過來 就寫 Thunderbolt Project by Fragment and Pokemon 台北 好非常有紀念價值喔 這次的全新設計 有妙蛙種子 小火龍 跟 我的 吉尼龜 這次台北站特別引進了 這個M size M尺寸的這個寶可夢娃娃 像以前好像都是進L的嘛 那這次就有 比較好收藏 價格也不會太負擔的版本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 閃電在這邊 捷尼龜好像是在龜殼嘛 小火龍的閃電在哪 你猜猜看 嗯 尾巴 尾巴嗎 舌頭在哪 這 腰筆 在腎的位置 在腎的位置 其實今天我來到這個飯店 金浦頓大安酒店 算是非常非常的滿足啦 以一個寶可夢迷來說 從小到大的寶可夢迷來說 也非常感謝你們 而且Invincible 還有金普頓大安酒店 他們在各方努力合作之下 才可以促成Project來到台北 我們也是海外除了日本以外的第一站 非常的榮幸 那希望大家都來這邊享受一個訓練家之旅吧 真的太用心了 我剛剛沒有發現 這是在遊戲裡面的道具 玩過寶可夢園做的朋友一定知道 美味之水 おいしいみず 這是神奇糖果耶 可以升級耶 對 吃了無條件升級的 這裡有一 二 很多顆